大家好,我們是新店輔哨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我們在11月2號 去萬里沙灘淨灘的心得分享 由於我們的英文跟日文不太流利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發表 我們會用中文來進行 我們介紹一下,我是新店輔哨團的團長林一廷 我是新店團的副團長高爾龍 我是新店團公國王歇恩 我是新店團公國曾哲恩 我是剛剛加美生楊淳淳 接下來先來看一段影片 這裡是宇宙裡最美麗的星球地球 再來美麗的大海,你們看是不是很美啊 但仔細看看,海裡面是什麼啊 通通都是塑膠垃圾耶 你們知道嗎?大海裡現在大約有1億噸到1.5億噸的垃圾在海面上飄 它的面積有535個台灣大,而且還一直在增加中 很多海洋生物好朋友們都已經受害了 金魚大口吞,就把塑膠吞下肚 海鳥慢慢把塑膠當食物 為了海鳥抱抱滿肚子都是垃圾 從海鳥鼻子拔出來的塑膠吸管 穿住海鳥肚子的塑膠環 我們流下的眼淚比海水還要咸 我是小金魚小吳子 我太小,我以為塑膠袋就是美食 一個一個的吃下肚 最後卻消化不良上了天堂 你使用一個塑膠袋 已經只用了15分鐘的時間 一旦漂流到大海裡 可能過了500年都無法分解 成為我們海洋生物最可怕的殺手 減少塑膠用力 我和我的海洋好朋友謝謝你 人類一天平均產生0.8公件垃圾 一年就產生350萬噸 雖然說近年來 越來越多環保團體投入自工的活動 然後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心力 但是我們製造垃圾的數量 還是遠遠不及於我們所清理 那為什麼我們要淨灘呢 看看這個海灘 想必應該都不用我講 就知道為什麼要淨灘了 如果不靠大家的力量 來維持海灘的環境 這樣只會讓地球的環境越來越糟糕 看看這些塑膠袋 如果它流進海洋 經過海水的沖刷 變成許多塑膠分子 魚濕進那些塑膠分子之後 我們人再把魚濕了 這樣只會對我們人類造成間接的傷害 希望大家可以吸收 讓我們把地球這個大家庭變更美 應該當作漢人都看過這張照片 這是一隻海龜鼻子裡 差了一個13公分長的塑膠吸管 我們因為塑膠便宜 一次性 讓塑膠深入我們生活 要因為我們人類貪圖自己意識的方便 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這是我們應該共同檢討及努力的課程 那麼我們要如何去做才能達成一個不垃圾的環境呢 這邊有幾個方法可以交流 首先 最基本 卻是最重要的 不要隨便亂丟垃圾 現在台灣街上也開始設置了一些垃圾桶 有效的改善了台灣的環境 再來 做資源回收 像是塑膠等 材質都需要經過特殊的處理方式才能溶解 否則我們將 極度嚴重的破壞我們的環境 最後 如同前幾張所見 一隻海龜比自己差的吸管 我們的海洋已經被塑膠垃圾所迫害 所以如果我們能使用 能減少美食餐具的食用量 而使用環保餐具 我們一定能為這些生物帶來更乾淨的環境 接下來 有請我們新店輔哨團的團員為我們來 分享他們的靜探心得 大家好 我是新店輔哨團團員李秉明 這是我第一次靜探活動 心裡從開心到絕望 晚上片野垃圾撿都撿不完 而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變沙灘 因為人類的水扁 飽受垃圾摧殘呢 一路上無論男女老少 都不斷低著頭彎著腰 鼓勵撿著垃圾 身上的雨水和汗水遭雨濕透的衣服 但卻沒有人喊累 過程雖然辛苦 但卻十分勇義 十分值得 一個人影響力算很小 但只要大家團結合作 都是愛地球的好表現 希望大家能一起延續大海的美 愛護我們的地球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新店副哨堂 長野麟姐 當天我們走到靜探地點時 我們腳下鎖採的每一步都是垃圾 心裡滿是抱怨那些亂丟垃圾 當我們戴起手套撿起這些垃圾 任何垃圾都有 而且都是不能循環的垃圾 撿的過程雖然辛苦 但讓我深刻體會到環保機關 這個垃圾有多麼的重要 以前只要看到地上有什麼小垃圾 都會不以為意的直接服飾 不過現在看到都會隨手撿起 靜探真的能使人學習到非常多 我們應該宣打環保有多麼的重要 但公嘴上說說不行 我們應該由自己做起 並把這種好的行為感染身邊的人 使地球環境更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新店佛少團的成員高齊 10月2號我們新店佛少團到萬里沙灘敬灘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活動 因為大自然反而就是人類最該珍惜的地方 而不是我們盡情摧殘的地方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活動 來到萬里沙灘 我看到的大半部分都被垃圾所掩埋 原本的純白也少了幾分 大家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想把沙灘恢復成最原始的樣子 但一夕之間 我們並不可能把所有垃圾全數清除 不過因為我最感動的是 看到大家不分男女老少 都在為了從一片沙灘盡禮 或許我們早就點垃圾 今天的沙灘會長成另一種樣子吧 謝謝大家 自從台北普少後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健康活動 但就之前有看過別館做這種活動 沒想到這次我也能有這個機會 來為社會盡一份行李 後來我忘記 各式各樣的垃圾都有 原本想說人都好不犯事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因為垃圾真的太多了 這一次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 但是能深 但是能豐富我人生的重要經驗 不論掉垃圾的說起來簡單 但要做這種真的很困難 如果以後還有這樣的機會 我一定會一不容辭的把握住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聽完我們團的分享 我想你們大家應該更能體會到 為什麼我們要淨灘了 其實當天我們拿著大垃圾袋還有夾子 沿著海灘一度慢慢的清理垃圾 我們收集到的垃圾 有棉線輪胎玻璃瓶 塑膠容器 甚至是浮標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像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利用短短的兩個小時 所撿到的浮標 我們盡可能的把垃圾都清起來 即使是下雨也覺得無所謂 最後我們總共清理到了兩千公斤的垃圾 但我們知道這永遠都不夠多 因為我們只是把台灣的一個小角落清理乾淨 世界各地上還是有很多骯髒的海灘 要等著人類去清理 總而言之 我想感謝這次來參加淨灘活動的所有成員 這個世界會因為你們而變得更美好 新建福壽團的發表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